哈囉大家好,我是River 看到英居,除了頂級的街球之外 靈活且多變的戰術也是他們球隊的一大特色 今天的影片就要來和大家聊一聊英居在熱测場的決戰裡 究竟拿出了多少機制的戰術和招式去對付他們的勁敵、物野高中 由於電影刪減了蠻多細節 所以我在聊的時候主要會以漫畫的內容為主 不過在影片開始之前,我想要先來和大家分享一個好東西 對我這種經常需要動腦寫文案的影片創作者來說 晚上睡得好不好會大大影響到隔天的工作效率 而今天就想要來和大家介紹一下我的睡眠好夥伴 來自德國的床墊品牌AMAR 它不僅是歐洲銷量最好的床墊品牌 在全球更是累積販售超過700萬張 海榮獲75家個國家獎項 這次要來開箱體驗的是德國AMAR的石墨西黑鑽標準霜的床墊 可以看到它的箱子的體積並不大 在搬運無論是爬樓梯還是靜電梯都很方便 組裝起來也很簡單 只要打開拆完包裝就會自動充氣 然後可以看到它內部是4層肌免加上1層獨立桶的五重設計 再加1層高透氣床墊布套 共6層分層 可以兼顧支撐和塑壓的效果 我之前睡得床墊就太軟 躺下去會有很明顯的凹陷 後來才知道這樣很容易造成背部緊繃 長年下來甚至有可能會有脊椎歪斜的問題 床墊太硬的話也不OK 很容易會因為腰部沒有貼伏而造成酸痛等問題 這款德國AMAR床墊的軟硬度就很適中 躺起來很貼合身體的曲線 包覆感相當紮實且支撐力很足 無論是平躺還是側躺都可以讓脊椎保持直線 另外最近剛好天氣漸漸變熱 這款石墨漆黑鑽床墊採用了鑽石涼杆技術 可以幫助你快速達到冬暖夏涼的效果 進而更快進入到熟睡狀態 可以再搭配德國AMAR防水抗敏保潔墊 還有益生菌保護層 可以有效的減少89.3%的塵滿 透氣布料也很適合台灣潮濕的天氣 還有黑鑽石劑一整 三層基因棉設計 第一層石墨烯涼桿透氣 高度與軟硬度可以依照喜好調整 整套髒了還可以直接丟洗以及洗 不過床墊還是要親自試糖過才知道適不適合自己 而德國AMAR提供了100天的免費4歲服務 而且還是全台免運到國安裝 外加10年保護 母親節就快到了 如果你還在猶豫不知道要送什麼禮物給媽媽 可以考慮看看這款AMAR石墨烯黑鑽床墊墊 現在下單還有母親節優惠活動 最低折扣55折 除了我的折扣碼 還可以再想粉絲專屬全品項的9折優惠 烏野的攻擊豐富多變 但有個核心主軸 就是日向影三的怪人快攻 這招超快攻除了是一個得分的利器之外 日向那高機動性的跑位 同時也是一個存在感極高的誘餌 很容易就能吸引敵方籃網員的注意 而只要對方的籃網過度在意日向 那麼烏野的其他攻擊手就能夠獲得更好的出手空間 也就是因為這樣 不過想要削弱烏野整體的進攻能力 限制怪人快攻就是最好的方式 而聰明的炎魔當然很清楚這一點 第一次和烏野打練習賽的時候 就有利用藍網的站位去壓縮日向的行動 不過經濟的IH 強化合術以及村高代表決定戰之後 日向無論是在球技還是觀念都已經大幅成長 已經不再是以前那個只會第一個衝出來 然後往沒有藍網員方向跑的雛鳥 有時甚至還會混入人群和隊友配合打多人同步 相當棘手 為此 炎魔想出了另外一個應對方案 那就是利用發球盡可能的去牽制日向的跑動 其實這個戰術相當常見 當初烏野在打稻荷奇的時候 又用過這招去牽制他們的王牌尾白阿蘭 讓他因為接著第一球而不好參與接下來的跑動進攻 不過炎魔想得更深入也更全面 他把烏野可能採取的應對措施也納入了考量 畢竟對手可是日向 那個體力和矯程都超乎長城的日向 普通的牽制能起到的作用相當有限 經過了第一局的針對之後 日向自己就想出了破解發球牽制的方法 那就是在接球之後立刻順勢起跑以進行移動攻擊 這樣一來就算接了第一球 也依然可以為自己創造充足的助跑空間 同時為了可以更好的去cover日向 從第二局開始 只要應對打算用發球針對日向 烏野就會採取虛弦張衛的揭發陣型 不過這些也都在炎魔的掌握之中 既然日向可以流暢地做出接球後立刻橫移跑動的攻擊 那麼只要阻止或是妨礙他助跑就好 炎魔的做法是這樣的 當日向位於前排左側或是中間時 瞄準日向的發球就不再是單純的發給日向去接 而是會刻意發在日向與另外一位前排球員之間 同時也是後排自由球員可以輕易上前cover的微妙位置 面對這種情況 西谷當然是會本能的跳出來接球 但這樣就上了炎魔的檔 他的目的就是要利用西谷的身體去阻礙日向的跑動路線 而就算西谷不上前cover 日向也會因為球的弱點很微妙 而稍微猶豫要不要自己上前去接球 這點偏刻的猶豫就足以讓他無法以健全的狀態去進行助跑 炎魔很清楚 突發100%狀態助跑幾套日向 秉三是不會把球舉過去的 另一方面 當日向來到了前排右側 他能採取的進攻模式有兩種 要嘛和大帝換位從中路攻擊 不然就是退到場外以確保助跑路線 此時炎魔就會要求隊友把球發到日向的身後 讓後排的田中去接球 藉此徹底阻斷日向所有可能的移動路線 值得一提的是 以往英居都是以S1的輪次開局 也就是讓局球員率先發球 其優勢在於開局前排就有三名攻擊手 這對於會打立體攻擊及多人同步的英居來說 可以有很好的進攻主動權 但為了能夠最大限度的利用發球去限制日向 英居從第二局開始就改成了讓胡勇先發球 這代表日向在前排的三個輪次 都會遭受到針對性的發球攻擊 講到這邊可能有些觀眾會有疑問 難道用S1開局就不能連三個輪次都用發球去限制日向嗎? 是這樣的 如果英居採用了S1開局 那麼日向在前排面對到的發球員 就會依序是岩母、獵父及三本 其中英居只會安排岩母跟獵父去限制日向 則是因為三本是隊伍中為二會使用大力跳發的球員 另外一位則是黑尾 而他們的任務會側重在利用強力的發球去幫助隊伍取分 而不是用於前置 事後來看 用發球前置日向的戰術相當奏效 不僅大幅壓縮著日向打怪人快攻的次數 讓英居的籃網變得更容易 不也因為這樣比平常少拿的好幾分 甚至還連帶影響到的日向的形態 由於無法像平時那樣自由的助跑、跳躍和扣球 壓力與焦躁在日向的心中不斷積累無法宣洩 並且在第二局的時候逐漸開始影響到了他的表現 先是因為衝過頭而造成籃網觸網 而後又因為急於得分而扣球出界 可怕的是 這些失誤都被善於觀察的岩母給看在眼裡 身為舉球員的他相當清楚 想要讓平平失誤的扣球手恢復狀態 最好的方式就是讓他打出自勝球 也因此研磨生性之後只要有機會 影三一定會舉給日向 於是他告訴了自家的籃網員 只要下次看到日向以萬全的姿勢助跑 就不要猶豫 直接利用三人籃網去進行封鎖 結果就如同研磨預想的那樣 影三找到了傳給日向的機會 而英居也扎扎實實的利用三人籃網 漂亮的籃下的日向的攻擊 從一開始的讓日向揭發球 然後延伸到阻礙他的助跑路線 以及持續性的精神施壓 最後甚至連空中也不放過 能夠這麼全面性的封鎖日向 選舉之中大概也就只有英居了 日向再怎麼會跑會跳 被英居這樣針對 也只能像是一隻被關在鳥籠裡的烏鴉 想飛也飛不起來 一直要到第二局的後段 影三想出了長弓這一招 才讓日向重新找回翅膀 連磨鳥籠戰術高明的地方就在於他是多個層次的 不會因為對手差的第一招就無法執行下去 反倒會順著對手的應對逐步調整策略 其實就算後續這個戰術有被長弓打亂 連磨依然有在嘗試做出調整 例如他立刻就要求教練派出反應跟速度都跟著上日向的選槓 而面對日向的長弓 英居也是盡可能的以三人籃網去應付 只不過效果已經沒有之前那麼好 在擺脫鳥籠之後 日向的擊球狀態可以說是越來越好 就像是進入輕流一般銳不可擋 打過去各種學過看過的空中戰技巧都給發揮出來 像是瞄準籃網遠的指尖或是縫隙 打回攤球重整態勢 就連先前村元高中球員用過的假吊球真推球的高級技術演的在線 配合上東起跳高達點擊自空場的特性 英居的球員就算知道日向要攻擊也很難擋下他 後來如果有機會再來和大家聊一聊日向在各個時期的空中戰技巧 另一方面除了對付日向的鳥籠戰術之外 英居在這場比賽也有針對物野其他球員的策略 例如從第二局中段開始 他們就利用四人揭發的陣型去應付尹三的發球 也就是讓前排的一位攻擊手退到後排以擴大聯防的範圍 接近來到了全國大賽的尹三的發球是真的恐怖 又寬又猛球路還很刁鑽 但還是那種會隨著比賽進行越發越好的類型 上一場對戰到後期的比賽就利用西地的發球帶給對手極大的壓力 然後是面對大地的後排攻擊 平居採用了不攬網全員後退守備的模式去應對 會這麼做主要是因為考量到大地的起跳高度並不高 從後排擊球的話沒有辦法把球打在前場 只能往深處扣 而不攬網的好處就是除了可以避免攬網遠的手 不小心遮擋到後排接球員的視線之外 也因為前排的攻擊手都先行往後撤 只要隊伍順利接起球來 他們就可以有更充足的助跑空間去進行反擊 不過這個戰術也是有風險的 如果大地突然放小球 或是扣球不小心插網變成短球的話 就有可能會來不及補救 進攻方面 應居在這場比賽最讓人眼睛為自己亮的 就是他們也開始打多人同步攻擊 不過其實只要仔細了解一下應居這支球隊的背景與風格 就會發現他們會打多人同步 好像也不是那麼會讓人感到意外的事情 首先他們本身就是蕭谷聯盟的一員 這個聯盟是以實力最強的蕭谷高中為壽 然後再加上應居、森奶以及森川等 關東地區的學校所組成的排球集團 經常會在一起舉辦練習賽 例如動畫第二季的東京強化合術 就是蕭谷聯盟主辦 然後特別邀請屋野高中來參加 有些人可能已經不記得了 本座第一個打出多人同步攻擊的隊伍 其實就是蕭谷聯盟裡面的森蘭高中 屋野正是和他們打過練習賽之後 才開始去練習這個招式 鄰居作為和森蘭關係更為密切的隊伍 自然也很熟悉這個戰術 而多人同步攻擊的其中一個優勢 就是可以利用數量去彌補攻擊火力較為不足的問題 很適合鄰居這種單點不是特別強 但團隊意識和默契都很好的球隊 他們會為了迎戰強度更高的全國賽 而去加練這招是非常合理的事情 講到這邊突然覺得清晨好像也很適合打多人同步 另一方面 其實英俊要練多人同步也會比其他隊伍更容易上手 這是因為他們本身就已經會打3加1的立體攻擊 這個我在上一支聊英俊打法的影片裡有稍微提到 所謂的3加1立體攻擊 就是讓前排的3名攻擊手先起跑當幼兒 面對方藍王起跳之後 再舉給後排的球員進行攻擊的戰術 而這個戰術只要再稍微調整一下 讓前後排的4名攻擊手同時起跑進攻的話 基本上就是4人的同步攻擊 值得一提的是 英俊在垃圾場的決戰裡也開始能夠配合隊友打後排攻擊 這是過去不曾有的 這代表閻魔能夠選擇的攻擊點位變得更多 立體攻擊搭配4人同步 只要一傳能夠穩定發揮 然後閻魔不要淚垮 英俊其實也可以打出複雜且多變的攻擊 有趣的是 閻魔其實也有把上一場對付找流川工業時 所用的戰術拿出來對付5野 也就是讓隊友故意把一傳給傳片 营造出傳球失誤的假象 接著利用一位以及做4要和自家籃中打A塊的假動作 來吸引敵方籃網員的注意 然後再試情況把球傳給2億的攻擊手 讓他們可以在少人籃網的情況下進行扣球 仔細想想這招還真不好防 閻魔的舉球動作很小 在球正式傳出去以前 基本很難預判他會舉給誰 如果第一時間不跟 閻魔很有可能就會順勢和隊友打出A塊 而如果跟了 那麼其他兩側的攻擊手就會出現空檔 非常難處理 而若要說英俊在這場比賽中 最讓我感到驚奇的一球 絕對是閻魔幫助隊伍拿下第一局的那一季神回球 不過可能是因為我早就看過漫畫 又或是電影省略了許多細節 總覺得劇場版這球帶給我的震撼 並沒有當初看漫畫時來的強烈 當初第一次看到這球的時候是真的覺得好神好猛 當時是英俊的舉末點 然而烏野並沒有因為這樣就退縮 而是不斷的發起猛烈的攻勢 同步攻擊連發打的英俊只能被動防守 從氣勢上來看 當下真的會覺得烏野應該可以頒回比分 光外沒想到這點其實也在閻魔的算計之中 他看準了烏野每位球員高漲的進攻意識 在對方以為又是自己的機會球 而再次準備打多人同步的時候 閻魔直接把球回在一個很奇妙的位置上 和那球的弱點妙就妙在 他剛好是在烏野球員交錯移動的路線上 而且還是在自由球員的另一側 旗鼓就算反應過來也來不及去補救 敏三則是為了舉球所以必須要移動到網邊 而剩下能接球的就只有田中以及大地 然而那一球的軌跡剛好是在他們兩人之間 這種球沒有溝通好的話很不好處理 加上他們都因為太想要進攻而導致沒有人去接一串 結果就是烏野只能硬生生的看著球落地 並且讓英居率先拿下了第一局 進攻欲望強烈本該是烏野的優點 但在閻魔神奇的操作下 卻硬是變成了他們十分的破口 只能說閻魔真不愧是本作最聰明也最冷靜的舉球員 OK 今天的影片就差不多到這邊 最後想要問問各位 在這場的決戰中讓你印象最深刻的是哪一個場景呢? 歡迎在下方留言與大家分享 如果你喜歡我的影片別忘了幫下喜歡 也歡迎訂閱我的頻道以及按讚追蹤我的粉絲專頁 我是River,感謝你的收看,我們下次見